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准备从星期三开始 向遭受旱灾的非洲之脚地区空运粮食 世界粮食计划署总干事施林 星期三早些时候告诉美国之音 第一批空班航运将前往索马里首都迪迦摩沙 其他飞机将把粮食送往临近索马里边界的 埃塞俄比亚东部地区和肯尼亚北部地区 施林说世界粮食计划署正从世界其他地区 调遣资源和人力来应对这次危机 施林说仅在索马里一个国家 就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面临饥饿 联合国难民机构星期二说 过去两个月来已经有十万苏马里人 抵达摩加迪沙地区的难民营 每天还有一千人来到那里 联合国难民机构说 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到邻国肯尼亚 和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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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